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一层行议就跟大卡车司机按喇叭一样 扒来扒去的扒 那么基本上 我先回答大家普遍的一个所谓问题 因为今天不管包括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的节目 甚至有很多我的会员 甚至有很多同业问我这小师 现在到底能不能报股 因为我们有将近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连续三三四个敲逸日 我们跟美国股市是脱钩的 那会不会下个礼拜一一开盘的时候 台北股市反而出现往下的跳水 会不会出现清明节的大变盘 基本上这个大变的部分 大变的部分 我很快速的回答各位 来看一遍啊 这边什么事 这边什么事 我会不会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月线它是一个所谓长线的趋势方向 来不懂 来我先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从三月份一直到四月二号的 一个所谓走势图 我请问各位 三月份台北股市有没有走得非常艰辛 等同于当时呢 它先往上三八复女节的时候 它先往上急拉 拉到出现缺口封闭的时候 每一个人告诉你 这个缺口封闭要全力做多 就一做多完之后 又出现了美中的一个所谓贸易大战 有没有走得非常非常的艰辛 那我请问各位 在这么艰辛的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上个月只涨了100点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不管包括细晶元 不管包括被动元件 不管包括风力发电 乃至于来自于生计的一个所谓题材 有没有引力三月份的一个所谓大盘 走到最后一天 那是不是代表它有主流的族群 没错吧 那同样的四月份既然大盘月线 OTC是红灯 当然你要偏多操作 可是问题重点老师 可是问题为什么操作难度会这么样的高 基本上今天这一个行情 我们先讲极短线的哦 真的玩死一堆宝宝 我请问大家 早上先开高 开高之后上下震荡之后 往上垂直击拉 我在节目当中我一再跟着我强调 他每一次的一个所谓急拉 他都是有目的的 因为他的急拉 他是要让均线 他是要让KD出现一个所谓黄金交叉 结果当你看到一个所谓急拉之后 上下震荡盘整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的时候 他又垂直的往下做一个所谓急杀 让你们导致KD又全部出现死亡交叉 那我请问各位 难道你都不会很好奇 主力作手在玩什么样的把戏吗 难道这一个所谓上下震荡盘整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独家开盘的那一天 没有人跟大家报告吗 来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要上下刷洗 因为很简单 我在今天你们的一个所谓的LINE 8里面 我就有跟大家预告了 我说这个星期五跟大家预告 讲错是星期六 不好意思不是星期五是星期六 跟大家预告月线 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可是很可惜的地方 他是收盘小于一个所谓的关键价 等同于在9点31分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告诉大家 在上个礼拜没有收盘 月线他是红灯 周线红灯 没错 可是问题他收盘是小于关键价 收盘是小于主力成本 那我们又回到连点了嘛 我在节目当中 我需要去跟你讲 均线成交量KD吗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既要成为市场上面赢家 你一定要懂得主力 做手的一个所谓价格观念 那更重要重点 经历过四五天的一个所谓年假之后 我希望在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除了对祖先 也不要说只有清明节去祭祖 随时都要保持感恩的心 就像我再举个例子 很多人问我说 谢老师我是什么教 那么基本上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 我们不要去陷害别人 不要去 反正我是觉得什么教 你们觉得什么教 都是一模一样吗 你们今天到寺庙去 到教堂去 到教堂去 哪一个不是在祈求 国泰民安吗 国泰民安吗 社会祥和吗 南北韩不要发生战争吗 你们有祈求过吗 没有耶 大家永远祈求说 看能不能重乐透 看能不能今年的运变得更好 看能不能身体健康 我讲坦白的 如果说我是神明 我会觉得很无奈耶 需要帮助的人这么多 你们每天就为了自己的私利 在祈求说身体健康 然后祈求赚大钱 那一些连三餐都没有办法 温饱的怎么办 所以我讲坦白的 人家是说 到一定的年纪 会越来越相信宗教 可是我反而越来越不信教 我只能说 对着起自己的 一个所谓良心 不要去陷害别人 应该是所有神明 给我们最高的 一个所谓指导原则 那为什么讲到那边呢 我忘了 那重点就在于说 我这个人 我一直在跟我强调 你跟我操作 我的好处在于哪里 基本上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告诉我 接下来有四天的长假 你也不要告诉我 FED要升息还是降息 还是永远坐电梯一样升息 我只知道 我们今天之所以 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啊 怎么今天又是盘整盘啊 好啊 来再看 拍谁12345678 你数给我看 你真的数给我看 数给我看 这边上来的时候 人家跟你讲说 回档五天买 回档三天买 回档八天买 就直接跳水 跳水完之后 又跟你讲说 反弹八天空 又被扒来扒去 你今天你要了解说 你今天你不出手 你哪知道是盘整盘 趋势盘 我这样讲没错吧 快速快速 只是说 每一次只要出现这趋势盘 这350点的上涨 你是绝对不能做错边的 农历封关之前 送给你关键报告 跟你讲先上 先上 这一段你也是不能做错边的 你每一次你只要 因为你们一般 你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们都是赚小赔大 为什么赚小赔大 为什么 盘整盘 然后趋势盘 赚钱 赚2000块 赶快跑 跑完之后 手中没有多单 就想要放空 手中没有空单 就想要做多 结果都做错边 可是我的做法 不要独特 当你看到了趋势盘之后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趋势盘 趋势盘的定义 趋势盘的定义 不是说看金额 24万8 也不是说 看金额 11万7 趋势盘的定义 它是架构在 收盘大于关键价 而且收盘大于主力成本 而且收盘是 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这样够简单的吧 够简单的吧 结果有没有从 38副女节 一口气到3月13号 每天拿对照给大家看 结果到它开始陷入的 盘整盘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你哪知道 它是盘整盘啊 我不能这样上下震荡之后 这样喷上去哦 谁规定不行的 谁规定不行的 我不能这样 这样这一天 这样这一天 缺口封闭 缺口封闭 要喷下去直接跳水 我不能这样子玩吗 我不能这样子玩吗 那除非你当主力作手嘛 你当主力作手 你才告诉他 他不能这样子玩 那当你进入盘整盘 很简单啊 你更需要拥有 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因为为了用主力心态 去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线 再加上主力成本 再加上主力 再加上周线月线关系下 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很容易 因为主力心态多 在3月15号的时候 利用击杀 站在一个所谓的买帮 是不是很容易在3月19号 毛毛球的行情的时候 不知道涨跌的时候 你一样能够去掌握 这样快速的一个所谓财富 是不是能够在联储局 联储局这一天要升息的时候 台北股市沙尾盘 收在最低低点 每一个人跟你讲 要跳水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隔天 就是会天空开高 这主力很背哥哥 再一遍 迫使所有的软体都出现放空讯号 结果一开高 所有软体全部观望 一个集 所有软体全部反手做多 搜最低 对啊 有啊 又杀下来的时候 你的软体又出现放空讯号 可是你不敢跟了 你不敢跟了 那如果说 你能在联储局的 联储局开会的早上 那时候美国期货盘 它是下跌的 我跟你预告会跳空开高 收最低 跟你预告会跳空开高 就3月22号 有没有来这一角 把所有的人的空单 全部停损在天花板 才发生中美贸易大战 那我请问各位 中美贸易大战 我们现在都鼓励呢 政府三不五十 国安基金就要把钱丢进去 我请问大家 国安基金 它把钱丢进去 它难道它都是乱做一通吗 还是它都有 都有事前的 一个所谓布局跟规划 为什么它要事前布局跟规划 因为它要吸引人家的认同 它才能以小博大 它才能借力使力 我这样讲 听不懂 好 中美贸易大战 大跳水的那一天 它干嘛让它收盘大于811 为什么要收盘大于811 为什么啦 为什么啦 这样子它才能营造 我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 跳水开滴之后 自然会往上做一个所谓 走高的一个所谓状况 而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你是需要拥有主力心态 利用主力心态 在破解主力 做手的一个所谓片线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你告诉我就是害怕 一大早 一大早这边 一大早这边 就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结果 有没有往上做一个所谓急 有吧 有吧 而且心态这么样大支 你们LINE AT都有通知 结果礼拜二 因为主力心态多 收盘大于一个所谓的关键价 结果礼拜台北股市 有没有顺势在往上做 跳空开高的一个所谓动作 那为什么礼拜三 它开低走低 而不是开低走高 因为很简单 礼拜三的一个所谓开牌 它是小于这六颗星 盘前稿的一个所谓支撑 而且主力心态 它是由多转空 导致礼拜三 收在最低的一个所谓低点 而礼拜三 我们跟大家预告 收盘小于关键价还有AC 这是为什么礼拜四台北股市 你又找到另外一个低点 逻辑很重要 尤其呢你们今天不是第一天参加投顾节目 我这样讲没错吧 那每一个投顾节目 它就是要营造热闹 营造每天买最低 卖最高 结果呢 结果呢 当你使用的时候 很抱歉 不只买不到最低 还可能买最高 卖最低 这是为什么规划它的重要 就是在这里 因为收盘小于关键价 还有AC 导致于礼拜四台北股市 在看到一个低点 可是礼拜四 当台北股市往下击杀 制造出低点的时候 主力心态 它要由空转为一个所谓 还没完 精彩来了 精彩来了 我请问各位 后面盖起来 鼠定 鼠 老鼠的鼠了 老鼠死定了 均线盖头反压 还不打紧 上个礼拜四 拳头库跟你讲要崩盘 为什么要崩盘 因为外资大卖121亿 没错吧 外资大卖121亿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我跟你预告收盘是大于主力成本 老师 老师 等一下 我是你会员 今天的收盘好像是这样的模式 来 讲得好 我们等一下慢慢解 结果礼拜四开盘 有没有直接开盘先跳过 890的 一个所谓空码的架 结果礼拜四 有没有再往上先急 嘎 之后再下来 那你又看到对账单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事前的规划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礼拜四你敢做多吗 你敢做多吗 礼拜四你敢做多吗 还是等到礼拜五 外资一口气 买了5000口 卖121亿的时候 你再放空 外资买了5000口的多单时候 你再做多 怪不得每天被扒来扒去 我这样讲没错吧 外资买5000口 结果在昨天 礼拜六的那一天 是不是上下震荡 刚刚好就在我们盘前 搞的区间走来走去 利用击杀 我没有掌握了主力心态的多空 那么上个礼拜五 跟你预告收盘小于关键价 还有AC 来开始进入主题 如果收盘小于关键价 还有主力成本 可是周线 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单 那是不是很清楚的 如同我上个礼拜 有跟大家报告的 我说今天 今天不排除 它上下震荡整理 一定要上下震荡整理 你要化解收盘小于 关键价还有AC的事实 看清楚 接第一段9点10分 比较简单 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还可以卖在 最高的一个高点 有啊 之后就碰上去了 那为什么可以卖在最高高点 来 应该不用提示吧 麻烦你把我的课程打开 我的课程 有没有教大家 利用这一根K棒的高低点 去算出下一根K棒的 多空的防守价 有这样交吧 有这样交吧 那么好 结果来到了10点14分的时候 又往下急杀 那急杀完之后 我以为这边会挡住 结果挡不住 又碰 往下杀 好 听清楚哦 今天收盘 它是小于盘中连线的日关键价 可是收盘 它是大于AC 那基本上 它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看着我 目前美国期货盘 应该是跌八十几点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了 跌八十几点 那么基本上 你们喜欢开低 没关系 开低就走高 因为今天收盘是大于AC 可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今天的收盘是多方盘 杀尾盘 那多方盘 杀尾盘的情况之下 隔天通常会跳空开高 这是我给大家 非常清楚 非常简单的 一个所谓解盘 因为我相信 我们今天之所以存在的 一个所谓价值 就是来自于 我们不断做 集系部的一个所谓规划 做完集系部的规划之后 当我们赚到钱之后 我们又一起来行善不失 帮助到那一些 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重点就在这里了 上一个月给 关键报道还没写完 不过你要预约 可能应该只能明天再索取到 因为这次真的很难写 四月份 我觉得四月份 是一个蛮奇怪的月份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在上个礼拜 我提到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说人家中美金 它的月线它是红单 可是合金台胜科 它的月线是绿单 我预告月线绿单 我上个礼拜四就跟大家预告月线绿单 上个礼拜六 礼拜五 礼拜六合金跌 就今天合金继续往下下跌 那么周美金 它维持高档震荡 所以说上一次的关键报告 真的啦 所以我们运气好了 当时我们就有写说 647到11100做区间的一个随震荡 结果还真的完全命中了 这450点真的有够容易的 所以说呢 这个关键报告 当然50个名额 会很快就额满 我们再开放50个名额 因为你只要能掌握4月份 放心啦 老师啊 还要等到亲密节才 看得到关键报告 不然用烧的哦 烧的不好笑吧 那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行情的波动 如果年掌握区间上面的震荡 20万会变60万 10万会变40万 它是有这个机会的哦 所以说你还没预约索取 我们关键报告投资没有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好 第二件事情 个股 那么今天 你们有没有看到1597的值得 亮灯涨停板 基本上哦 我这边的测标 我这边的测标 这几个白色字 股票不用遮 我真的有做到 我麻烦大家 去把重播带调出来看 而且我在节目当中 我所介绍给大家股票 都是有量有价 那有没有想过 不管包括上营 不管包括值得 今天值得还涨停板 在创播段上面的 一个所谓的新高 为什么台船 208台船 股本高达701 为什么我敢讲 为什么 因为工具 不然我是建议大家 你们去下载 我们的一个所谓软体 上营这波有够 上营哪会凶 凶个乌龟 这种叫做凶 这叫做凶 行凶的凶 1月3号的时候 还给你预告 主力心太多 对不对 那上营为什么能创新高 因为很简单 在上上个礼拜 我们还在做 加码买进的动作 同样1597的值得 我们来到141块钱 我们还在加码买进 结果呢 从141到176 一般头顾老师 只会跟你讲说 三支掌停板 就这样这么简单吗 主力心太 从100块心太多 1597值得 我看到 心太多 到今天还是一个标标 整整的多 还没完 还没完 169 169 你拥抱标股 你要有一个所谓的耐心 那你说手中有值得的 老师我看你节目 我买值得 你们敢买随便你们 169 股票不用折 应该明天再多一个测标 股票不用折 AC在169 收破就停利 收破就停利 我讲得很清楚 我讲得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明白 同样的 这是3D感测 我请问各位 2455的全新 跟你说出 你出了吗 然后2456奇力心 你们都 你们都不太信邪 所以我投过老师追 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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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跟你们讲 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 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先讲通常见的 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当你拥有 主力心态之后 你可以知道 每一档股票 人家主力作手 到底是在做都在放空 是说你可以去下载 我们的一个所谓软体 第二个 再借由一个所谓主力成本 走到最好的切入点 就像3月9号的时候 跟大家预告618的合金 又再次买回 合金涨了两支的一个所谓涨停板 就好像在3月12号 跟大家预告的3370精彩 精彩也涨了两支的一个所谓涨停板 合金出场的时候 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的报告 甚至于很抱歉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还跟你预告3532 台胜科618的合金 上个礼拜五 不是上个礼拜一 我说他每次月线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新太空 而且月线是个标准的绿灯 红样当你懂得 及时的主力成本之后 你能不能够在3月21号 买进3406的郁金光 结果3008的大立光 今天破底人家郁金光 还维持高档震荡 一档值得能不能大赚21块 一档3406郁金光 能不能大赚52块 我这都没有遮 我这都没有遮 好啊 这拜拜了之后也跟你讲 好啊 那借由主力成本 借由主力成本 你能不能够去掌握南电 南电也是两支涨停板 你能不能够在11点36分 当时2208的台船 在这天的时候 这边 这边还没涨啊 这边 上个礼拜啊 上礼拜啊 上礼拜这边啊 预告完之后 又是两支涨停板 你钱再怎么不够 你买个20张台船 16块股票 应该23没问题 同样的啦 不用遮啦 这今天啦 9点37分啦 有什么好遮的啊 老婆 你时间给我长一点啦 讲不完烦 3537保达 台船不要追啦 值得 1597值得 1597值得 9点37分在哪 9点37分 这样 不要追啦 好不追不追不追 来什么叫股 你们要验证主力成本 对不对 我们的Lite ID CBL10 念完了 听不清楚 想知道我们Lite ID 这都直接提供给你们 你不是要验证吗 9点37分 9点37分 1597值得 3537保达 主力成本 上移到 移到个移 29.5 29.5哦 预告哦 股票不用遮 3537保达 来 有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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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点有没有来 11点有没有来 那结果呢 有没有来 有没有钱赚 主力成本真的很重要 那接下来你手中那一些 月线绿灯股票 甚至于包括 接下来包括 上营 工具机 1597值得 还有包括细经元的股票 到底该怎么操作 我们在关键报告里面 都写得非常清楚 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这些关键报告 应该是这历史上 最难写的一次关键报告 那么你想了解 接下来大盘的区间 随便一出手 搞不好有20倍的机会 真的 最后50个名额 港澳电网时间 拨通电话 进来做关键报告的索取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每天看我们节目 不管包括1597值得 3406的郁金光 乃至于全新奇力星 一直到2208台船 甚至今天的宝达 你都验证到的话 我建议大家 真的去下载我们软体 下载手机版 手机版电脑版的部分的话 你直接看盘中的连线节目 你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当你下载完之后 你能不能够知道 每一档股票的主力心态 当你懂得每一档股票的主力心态 一档1597的值得 今天再创新高 同样的3008的大力光 VS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你不告诉我 基本面很烂吗 结果人家郁金光比大力光强多少倍啊 甚至于呢 我讲坦白的 我们今天在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都平顺 都不会有问题 就好像我请问大家 2455的一个所谓全新 当你看到了这一根所谓的黑K棒的时候 KK棒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出 洪耀2456的一个所谓奇力心 当我们看到一根所谓的倒梯之线 我看不懂的情况之下 我应跟大家报告过 江湖险恶不对就撤 而我们的软体啊 应该是全台湾啊 我一套会给你多空防守架的 因为当你知道多空防守架 你自然懂得一个所谓价位 洪耀的 为什么在329青年节的那一天 大盘看起来烂烂的 我们要去买台船 因为很简单 那时候的台船主力心态是多 而且你不要小看他这边上下震荡哦 上下震荡 他是在主力成本之上 你懂我的一个所谓意思吧 就跟你预告完之后 台船是不是也拉出两根涨停板 洪耀的值得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报告 现在没时间跟大家报告了 那重点来了 不管包括台船啊 上营啊3537的一个所谓宝达 甚至于包括月线从红灯转为 一个所谓绿灯 就不用讲嘛 3008大力光 你还在6000块 人家主力心态就是一个空 甚至于包括2317的鸿海 甚至于之后跟大家报告 3532台船和6182的合金 所以这次关键报告 真的有点很难写 真的很难写 因为个股的不同调的差异太大 你哪有人说值得创新高 然后今天6182合金又在破线的啦 没有这样子的 这是关键报告 你要去预测他的接下来的一个相形区间 是很难预测的 所以说容许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才把关键报告交给大家 不过你们一定要懂的预约来做一个 所谓报名的一个所谓活动 想索取关键报告 最后50个名预约改变黄鞋 拨通地外加车 玩完整整下群